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最后9月的第二个星期 9月11日晚上 星期一有彭程的朱子瑶 全女班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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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平安就好 最近下雨下得这么厉害 上星期大家都经历了黑雨 极端情况 不用上班上学 你上星期的情况还可以吗 我也挺幸运的 因为那天突然不停下雨 那天我和朋友吃饭 吃完饭就去了酒店喝东西 谁知道11点多 大家想着都散了 我们在这些中数散 对 对 想着回家的时候 我朋友和我不同区 他先去洗手间 再自己走 反正都不是一起坐 谁知道我去洗手间 谁知道我去洗手间 又遇见朋友 又聊天 一路都没走 直到12点半 他又11点半走 12点半 他就送信息 和打给我 我说我到现在都没走 我还在楼下 又找不到车 又停了 然后又怎样 然后我就说 你找不到车 搞不到 你不如上来坐下 舒舒服服 让人群散了 你才再走 然后他就没听我说 最后他两点多才回家 他回家 他回家也算是这样 当然他住的地区 也是那些灾区 哎呀 是 我看到那些片段 其实没想到香港可以浸到这样 所以没想过 是的 我那晚其实真的有 差点类似你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我那晚就要去上堂 上堂上堂差不多9点多 然后我先生等我 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但是如果我那晚真的 如果不需要晚上再工作 即回家 我就自己再有工作 我们其实那晚应该会坐下 又要喝杯东西 像你那样 然后才慢慢施施然 去回家 就是因为我那天要回去做事 所以9点多钟 哎呀走快点 趕着回去 那样 在街上打算折车 当时就开始下雨 但也不算有很大雨 接着然后就黄雨 好了 搭车 然后再转一程车的时候 一上车就已经红雨 一上车 即是转第二辆车 就已经红雨 刚刚好车就回到家 回到家之后又开始工作 就一直看着天气 又红雨 坐了一会儿 接着就黑雨 接着然后想 黑雨也是一阵的 第二天都准备要大家上班 第二天就起床 突然之间 因为我相对晚点 比较起床 接着然后 为什么我出床 旁边已经还有个人 你不用起床下班 还有个人 对了 他说不用了 黑雨 还有黑雨 接着才起床看到新闻 原来才知道这么大件事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群组 我们住在东区 东区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浸了 之前那晚有些朋友 晚上要车老公 在湾仔那里回家 幸好他说 幸好我醒目 走电车路 然后 叭叭声 真的好像开船 很快车老公回家 半夜三更厘 然后回家 好多安全 车 刚刚他拍的位置 是高了上去 就没有被车 就没有浸到 如果不是 就真的大件事 那些朋友也是 那晚好像你那样 又去吃饭 然后又开车 因为刚刚他是唯一一个人 有开车 就送一些朋友回家 那就是去一些重灾区 去哪呢 去了康夷 去了柴湾 他说 没见过东区走廊 好像是开船 浸了很高 但他自己住青衣 幸好送完一个到一个 他自己都安全地回家 你看到黄大仙 是否觉得很恐怖 完全是真的 好恐怖 然后我看到一些片 有些地铁的片 是的 首先我看到那条电梯 好像瀑布的水 那样淋下来 然后有一些乘客 拍着 在车里面 拍到月台 那里 是 不能开门 今天一开就 是 我很夸张 真的 你真的没有想过香港 都会这样 是的 所以整晚都没有什么 大概 有饭 Doni说不是没有份 但是一直留意到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三点多 第二天才下了一个黑月 但是还有极端情况 到底要上班还是不上班 都值得大家去思考 应变方面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因为是 好像今天也继续下很多雨 下午的时间 所以大家 我想就是 没办法 要小心 否则就像美女 这个星期间就封传 被那个消防员 哈哈哈哈 无端竟然被人拍摄 是的 但是他笑得很开心 很灿烂 他真的笑得很灿烂 这张照片 还成为了一张 立即投考消防员 全年支付的poster 哈哈哈 我相信也给了大家一种动力 不过 我们不希望这些极端 什么五百年一遇 什么百年一遇 这些事件经常都发生 不过你现在这样说 即是说机会率可能已经提高了 对不对 是的 所以那些应变的方法 部署等等那些 麻烦你可能要高一点才行 重新规划一下 这个世界真的变得太快了 那些什么像 对 很多国家都完全猜不到 根本就没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个地方会发生 也会发生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这场雨 说很难预测 但是又看到有很多烏雲 在那些天文图那里 就是看到 想着一会就过 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 但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专业 我们不能够这样判断 或者有时候我们吃辣的东西 就说辣死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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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这件事 发生了在美国 是不是 有个很小的 那个男生 高中生 是的 十几岁 十几岁 十四岁的男高中生 是 挑战吃一块 俗称地球上最辣的辣椒 的制食薯片 是 谁知道 吃完之后 就引致这个胃部搞痛 然后突然间就暈倒 緊急送完之后不止 是的 其实他就好像说 参加了那些什么 网上的 那些challenge one chip challenge 是的 不过他们说 吃完又不准喝东西解辣 那些 所以就想着吃完之后 就是这个挑战 成功了 当然是分享一下 有多厉害 那些 但是全世界最辣的薯片 还要是辣死 听到这里 你会觉得 匪夷所思 会觉得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辣到 可能是里面 腸胃 是的 是 有机会出现 呼吸困难 暈倒 吐心等等 那些 他说 很厉害 这只薯片 又这个 什么 卡罗来 纳死辣椒 和拿家 毒蛇辣椒 制成 你只听过名字 你都觉得 什么 都没听过 他说 都不只是吃 他说 你只要碰一块薯片 都不要到处摸 他说有可能 会令你太过刺激 敏感 碰到眼睛 是的 但是很可惜 送完之后 不至就出现这些情况 但是对于一些吃辣的人来说 其实你没想过 当然 会发生事 我想喜欢吃辣的人 肯定都会觉得 不妨一试 是不是 朱智瑶 你是不是那些 喜欢吃辣的人 我是喜欢吃辣的 但是我就没有 真的说挑战太辣的 喜欢是纯粹 觉得很好吃 很过瘾 这样试一下 但是就不是那种辣度 我很怕那些食物 就辣到完全没有了 所有的味道 只有辣味道 OK我明白 但是你喜欢辣的什么 因为我不吃辣 我不是 我可以吃少少辣 但我不是说 你要让我选 我不会选去吃辣 你喜欢吃辣的 是为什么呢 那个原因 是不是都吃到 满头大汗 很刺激 还是少少辣 你会觉得 心跳加速 令到你很刺激 还是觉得 不是 其实纯粹是一种 就是 味蕾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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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 味蕾上的享受 还有 我觉得吃东西 无论你做什么都好 你的partner是很重要的 我一定要找一些 喜欢吃东西的朋友 跟我吃东西 无论是辣 或者不辣 我相信 无论是辣 不辣也是 是的 是的 那就是喜欢 你觉得是令到那些食物的味道 是会更加有所提升 你这个意思 是吧 或者是你喜欢 是的 就是享受 总之就是享受 那个食物的美味 所以你就会很喜欢吃辣 那些 家人那些吃不吃辣 是不是因为由小到大 训练到你 所以就有这样的责乱 还是不是的 后天培养的 其实我整家都不吃辣 辣 整家都不吃辣 整家都不吃辣 是的 最多就是少少辣椒 炒碟菜 可能加了一只辣椒 那些人都已经叫 很辣 这样的了 所以其实 整家都没什么人 可以吃辣的 但是我爸爸和我都喜欢 有点辣 看到这些辣味薯片 你都会有心动 都会想试 是不是 相信到 都会的 其实我本身都知道 吃辣 我自己的腸胃 不是很受得的 所以每一次 吃完这些麻辣火锅 特别油腻的东西 之后 我通常都会去厕所 肥肥的 一定的 是的 经常性的 清肠胃 是的 试过有一次真的很严重 我真的腸胃抽筋 真的 很惨 既吃辣 但又要付出这些代价 对于不吃辣的人来说 或者不喜欢吃辣的人来说 是觉得 非如所思 真的 为什么要自己这么受罪 你明不明白 法律真的很好吃 我知道 但有些人真的很享受 譬如我爸爸 我记得 你明明很喜欢吃辣 他们很享受那种 哇 很辣了 一路流汗 一路口 我相信他的舌头 觉得麻烦 因为可能我有时候 不小心 吃到一些 我就觉得很辛苦 他们觉得一路辣住 一路享受那种刺激 一路流汗 一路叫救命 那种感觉 即是 是一种快感 我相信 就是一种食物 带给他的一种快感的感觉 但你说起麻辣火锅 我就不敢苟痛 因为我就是有一次去 很多年之前去四川 因为跟青年团去工作 最有名的就是吃辣的 那里刚才 所以大家一定会 是益你的 带你去吃最好吃的东西 就是去吃麻辣火锅 其实那个环境很漂亮 布局也很漂亮 奈何看到那个锅 麻辣火锅 当它还没整热的时候 那种油真的太深 哇 只是心不见底 你的表面虽然是瓶了 就是有很多辣椒粒粒粒 那种种子 哇 你看到它打冷震 令人害怕 幸好它有鸳鸯 一边很辣 一边不辣 我们不吃辣的 起码那天有少少东西 因为真的搞不定 吃完之后 你觉得好像你那样 你喜欢吃辣 但也不喜欢 好像盖上那些食物的味道 我就不太享受这个感觉 就会觉得好像吃不到 那些肉味 吃不到那些鱼味 那样 但我有些朋友 譬如说 成围桌 去吃那些村菜 那些 看到他们吃得很开心 你会觉得很有趣 虽然我不是很享受 但又看到他们很开心的样子 你会觉得很有趣 相影成趣 但又是真的会觉得 但我经常在想 是不是可以训练 吃辣 是真的可以后天培养 好像你以前也不吃 当然 我有个朋友 他一向都不吃辣 但他就群了我们 一群很喜欢吃辣的朋友 当然我们也会遷就一下他 可能我们本身是想叫中辣 那我们一开始就说 好了 今次就叫BB辣 BB辣 BB辣 可能BB辣 他已经在流鼻涕 然后就很漂亮很漂亮 但经过几年的训练之后 他OK 当我说有点辣 你小心 然后他就不辣 这样 这个程度辣 是 我现在也觉得自己也比较好 因为以前我很怕吃泥鸡 因为我觉得泥鸡那种辣 其实泥鸡那种辣 也算是有点麻 酸辣 对 我觉得有点麻辣 我以前真的很恨吃 而且我觉得不享受 就是吃韩国东西 尤其是他很多都是这样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都是吃得 就是会比较多一点的 就是慢慢 就是我的意思是 就是吃得次数多 所以慢慢又觉得 都可以接受 那样 那当然他有些都是很辣的 那些我就受不了 但是有 有 一点我也可以的 印度咖喱那些辣 比如 是不是青咖喱辣一些 其实 其实没有 那种咖喱就看到有多少辣椒 大家都可以是这么辣的 是的 如果吃泰式那些 青咖喱不是太辣 那些我都可以接受到 其实我觉得那些不算辣 不算了 有椰奶 是的 椰奶 是令到你奶是解辣的 是的 其实不算 也有辣味 是的 但我也觉得已经有所进步 但是去到最后 就是好像你所说 就是吃完之后 就是会清腸胃 就是有时候不喜欢 是的 又不是好看 是的 是的 第二天你通常都会肚子 就是不喜欢这种感觉 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辛苦 你未来已经有辛苦 那些腸胃又搞得这么辛苦 那你喂什么呢 那所以就不是说 太过享受去吃辣 但是就是 有些人真的不怕死 就是不怕死 就是试一下这些辣椒 对 好像你那样 又喜欢吃辣的东西 所以就很享受 但是为什么会有些人 那么喜欢辣 那些东西呢 就是看到有些报道 他说 他说辣 他说辣不是一种味道 你喜欢吃辣 所以说我们的调理 甜酸苦辣 但是有些说法 就是辣不是一种味道 它是一种痛觉 所以 痛 是一种痛的感觉 痛的感觉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就是所谓的蛋白 刺激我们那个痛的感知 一种传道的神经 所以令到我们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口腔里面 有这种叫辣 辣椒会辣 是因为那些辣椒素 他说法就是 所以我们吃辣的时候 那些辣椒素 就和这些所谓的蛋白结合 刺激我们这种痛感 就传到我们的脑 所以我们不会感觉 哇 哇 很辣到跳舞 那些 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喜欢 你觉得 哇 我接受到这种辣味 是因为你喜欢那种痛 痛的享受 令到分泌那种快感 就是我们说很痛的时候 就会带给我们一种刺激 所以有些人说 痛苦证明你存在 譬如有些人喜欢玩SM 就是这样 用这个比喻 他们就 我们眼中所谓的痛苦 就是他会觉得痛苦 带给他 可能是痛苦 带给他的一种刺激 那种快感 就令到他享受那种快感 吃辣的人都是一样 就是因为其实 可能那种不是味觉 在这里解释 就是他不是一种味觉 他是一种痛 你就是享受那种痛 带给你之后那种 那种很棒的感觉 是不是 可能是 是你还这样 可能性的乐趣 可能也会有 只不过是你在味蕾 去那种所谓吃辣 去感受到 那是不是这样 可能是这些要吃辣的人 才会 因为有些人是无奈不欢的 嗯 吃东西不加辣椒 你有这些朋友吗 其实 我也有 整个兜辣椒做血 对 好像辣椒拌饭 那种 我那种所谓的 喜欢和好 都是夹一夹 咸咸咸咸 就是那种 是的 但有些朋友真的不是 你真的看到 无论是什么都 整个兜 整个兜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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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吃得对 还有有些人很喜欢 接受挑战 特地买一些 那些子天椒 不是很辣 多一点 多一点 不停下 不停下 我真的很服 我想起我都觉得胃痛 其实现在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有在铜锣湾 那里吃过一个拉面 它有1-100度的辣度 是的 接着有些人 特地去挑战它 这样的 接着 不知道得了 有写个名字 有杂牌 那我就去试过 都不是最擅长的那些 就是很低级的那些 但我都觉得 我很不享受 因为那个辣 已经辣到 直到不想吃 不舒服 对 辣到不想吃 人们说吃辣椒减肥等等 那些我们稍后 一会儿回来 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是否有这些说法 但是无论如何 吃辣 一方面带给你一种快感 另外一方面 原来有些说法 就是令到你那种 它有说到 好像令到你一种 令你愉悦 震静 止痛 多巴胺等等 等等的作用 是不是真的这样 休息回来之后 不如这样 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你是不是一个 真的喜欢吃辣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 喜欢吃辣 为什么有些人特别怕辣 吃东西 可否看到一个人的 一种心理的状况 除了吃辣之外 譬如吃东西 有没有吃东西 吃东西 什么次序 喜欢炒一碟的吃 拌一碟 不是 我要吃了这个 然后吃那个 代表什么性格 对 我休息回来之后 和大家一起去理解一下 下转头再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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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